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各个入口都用厚厚的门帘给挡上 即使是坐在场内也能够感受到场内的风是非常大的 今年的宇超联赛呢 从本周四开始也就12月3号开始进行第一轮 先进行14轮的常规赛 八个俱乐部进行主客场的比赛 一共是14轮 然后前四名的队伍将进入最后总决赛 前四名的队伍进入总决赛之后 先打半决赛 然后再进行争夺第三和冠军的比赛 最后全部结束是要在1月底 双方两个女单运动员对这个双打的基本战术思路还是很清楚 即使是像他们这样世界冠军级别的女单选手 也是在混双当中要争取 自己能够再往前为同伴创造出机会 还是过渡 李雪瑞的批掉 有的时候作为男单的队友可能接起来更费劲 因为女孩子的球打得更尖 陈龙可能接其他男单选手的掉球 都不会觉得这个位置这么浅 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攻攻配合 李宗伟在后场起跳正手批杀 李雪瑞抓住对手挡网质量不高的情况 封网得分 在这里接罚球放网质量还是挺高的 可能经常看羽毛球转播的观众能够从场上看出来 像李宗伟这个杀球 你会觉得跟他平时打单打比赛 相对而言特别别扭 感觉是不是有点怪 因为他在单打当中 他的站位是比较靠前的 但是在混双比赛里边 李雪瑞来给他创造机会 他的站位比较偏厚 这样他不需要太大的侧步转身 反而就是感觉有点耍不开 擦网了这球 四个单打选手打起双打比赛了 还是感觉场上的节奏 比起真正的双打 就是专项双打的运动员还是要慢 就特别强妄的这一下 因为这四个人都常年打单打比赛 都已经打到了顶尖 对双打的节奏 就主要是一个习惯 这个场上本来一个人打一块场地的 现在变成了两个人分一块场地打 戴紫颖的战术意识也非常清楚 下压的时候都是打给李宗伟 这样让李宗伟 即使是李宗伟放网 自己这边挑起来 也是李雪瑞在后场 神龙这球就是跟进慢了 结果被对方打了一个反击 像这种球呢 单打运动员 他在出现机会的时候 他是不能去抢网 因为单打你一个人管着场地 你去抢网 你的身后的空档没有人跟你补 但是双打是放完网之后 自己抢网跟进这一下 一定要快 神龙在后场连续点杀 造成李雪瑞接杀是出了边线 好球 李雪瑞的双打意识呢 从一开始我们就说了 在今天这四个人里头 李雪瑞的双打基础 应该是最好的 其实他打到成年队之后 打到国家队这个水平 依然可以在国内比赛当中 打全国最高级别比赛的双打 今天开场这一段 也是雪瑞在整个的前半场 他抓球抓得更好 像这就是意识了 如果是你一个习惯的单打运动员 这种球给完之后 自己肯定要是回中半场 但是双打的时候 你就可以一个人看住往前 把后场留给同伴就可以了 放高了 这种球也是一个单打运动员习惯 它这个搓一个高弧度的球 如果对方只有一个人的话 来不及上来 也挺有意思 这个四个世界顶尖的单打运动员 打起双打来 开具玩笑吧 就算是漏洞百出 而且下压的时候 陈龙跟李宗伟都没有权利中杀 这也是单打的习惯 因为单打你一个人 杀完之后还要上网 如果中杀的话连贯就会慢 但是双打 这个男运动员在后场的话 混双的男运动员在后场的话 中杀 双脚起跳中杀的球就会很多 因为你不用想着 我还要跟进去强往这一下 但是陈龙跟李宗伟都习惯了 这么多年都习惯了 他就觉得中杀之后我上不去 但是混双是不需要 男选手中杀完了之后再上网 比分还是挺激烈 现在打到了10比9 带四景这个能力也非常强 不过还是过渡球 被对方给抓住了机会 现在逐渐的李宗伟发现 这个不是侧身一步蹬起来 而是就是站在原地 双脚起跳的杀球连贯动作 平高球过渡 带四景强往 好球 这样和陈龙形成轮转 陈龙在后场利用自己的高点的优势 一个批调 把球打在了界内 现在打到了11比10 双方第一局间歇 就像我们所说的 就像陈金在赛前所预测的那样 尽管是个表演赛 大家打得也非常认真 刚刚过来这个开场仪式 包括你对于宇超这个赛季的一些介入 包括开封式 发布会这些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赛季里面 今年的宇超让我感受到了 超级这两次 从发布会的走秀 包括这次比赛的布置 每一个细节都告诉我们 和以往的联赛不同 对 刚刚这场比赛 比赛的双方是单打选手 打混双 刚刚你还说 李宗伟好像双打不错 他是马来西亚全国锦袍赛的 混双冠军 然后成龙也是双打 打得非常不错 曾经也在08年的时候 和徐晨一起陪我和傅海峰训练 模拟丹麦的选手 这个赛季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分制 从五局三胜的11分 改合了三局两胜的21分 你怎么看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还是和国际接轨 因为国际比赛是这个赛制 明年也是礼约的奥运会 我相信这个比赛 对很多运动员 是一个非常好的以赛代练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这两个月基本上是休赛期 总决赛打完就没比赛了 所以这个联赛 对很多队员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看有些运动员都站起来 要看这个场地 我们回到比赛当中 一会儿见 通过张红达的采访 对蔡云进行的采访 也是提到了本次 宇超联赛当中 所采用的赛制 今年的赛制 还是变成了五盘三胜 每一场比赛都是打三局两胜21分 就是恢复到跟 苏丁曼兵完全一样的赛制 我们回到比赛 现在要打成了12平 我们回到比赛 我们回到比赛 这个球戴慈颖在发球的时候 李宗伟非常果断 直接去推扑 戴慈颖的发球质量也低了一点 李宗伟的球没有出到位 要过身高1米90的陈龙的这个头顶 对角线的这个球质量低了一点 两人抢到了一块 这个球呢就是陈龙和戴慈颖 彼此之间对对方的能力啊 都不太了解 就不知道自己的同伴能做到什么 两个人都去抢这个球 没有任何配合的基础 所以在场上就形成这样 虽然两个人能力都很强 但是却抢球了 羽毛球的这个单打跟双打呢 它完全是不同的项目 尤其是打到这种高水平 完全不一样的项目 单打就是看个人能力 双打这个配合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双打是一个以配合为主的项目 扑到网带上还是被李宗伟给绑起来 连续的多拍 但这也没封到 不过刚才我们看到李宗伟这个防守 他就不是一个双打运动员的接杀防守 双打运动员是每一拍的接杀或者接调 都会想办法想尽办法去创造反攻的机会 但是他呢 他作为一个单打运动员 这种球我就不着急要反攻 因为单打比赛当中你是不可能一直杀下去的 可是双打就是如果你不反攻 对手就会连续杀下来 挣多往前的时候 也是肯定 赛后如果采访一下双方 肯定也都觉得有些球挺别扭的 你知道戴自颖这种球 他的习惯就是放完网 对方上来之后 他的拍面就是我可以搓 也可以推调你后场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当他要推调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情况是李宗伟在后场 你这调过去就是给自己的防守压力太大了 那个思维的转换转换不过来 比赛已经快到第一局的关键分了 还有李雪瑞在往前 今天这个比赛其实打到现在这几分球 其实也就三分球 李雪瑞确实一个是他在自己同伴杀球之后的封网 拿球 拿了几分 再一个就是和戴自颖在争夺往前的时候 李雪瑞几乎所有的球都是他抢到了上风 甚至有直接得分 这个有一定双打基础的人 这个双打高水平训练基础的人 和其他的只是在可能青少年时期打过的 青少年队的时候进行过练习的 就是不太一样 因为对于李宗伟 对自己的陈龙来说也确实是 我用不着费太多费什么心思 在双打的琢磨上面 自己的专项就是单着 第一局的比赛结束了 21比16 李宗伟和李雪瑞 在最后阶段拉开了比分 1比0领先 好 各位观众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在福州的静安体育馆 为大家转播的2015-16赛季小样乳酸岩 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今天是接木战 本次的联赛将会在12月3号 也就是本周四的下午16点 正式开始第一轮的比赛 我们到时候将为大家转播 江苏和青岛之间的这场第一轮的对抗 今天是一个接木战 一个开幕仪式 大家看到的接木战的表演赛呢 是由在现在屏幕下方的李宗伟和李雪瑞 来对阵 屏幕上方的陈龙和戴姿颖 虽然这四个队员不代表任何一支俱乐部参加比赛 就今天的这个比赛啊 不代表任何一方 但是 这四个人也都是不需要过多介绍的 国内羽毛球爱好者 非常熟悉的 在局间呢 这个时间比平时的正式比赛要稍微的长一点 这样也给双方运动员提供了比较好的交流的时间 沟通的时间 特别是对于第一局输球的陈龙和戴姿颖来说 他们能不能把刚才第一局输球之后 在局间休息的这个时间 两个人好好的沟通一下 像在第一局 有些球对方打到空档之后 应该谁去救谁去抢这个球 而不是两个人都抢球 有一些沟通能够沟通的更好一点 但是第一局输球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说了 雪瑞他是有非常高的双打的水平 所以在第一局比赛里面 他在整个中前半场和往前 确实还是面对戴姿颖 在往前和前半场 创造出了很多本方进攻的机会 甚至是直接得分 比赛当中换球出现的不多 因为表演赛虽然大家都是运动员 都争强好胜 谁也不愿意输 但是毕竟投入的精力和正式比赛 还是不一样的 像在正式比赛当中 换球会出现很多 也就是我们平时给大家经常介绍的 换球它是一种战术 比赛一开始 还是在K局阶段双方的分数 咬得很紧 今年的比赛 在宇超俱乐部联赛当中 陈龙将会代表厦门特房 他本身也是过去 从厦门队走出来的运动员 现在已经成为了 中国羽毛球队的南单绝队主力 世锦赛的冠军 世界南单的排名第一的一号的选手 除了厦门特房作为未免冠军 参加本赛季的宇超联赛之外 还有七家俱乐部 分别是青岛首都航空羽毛球俱乐部 广东世纪城俱乐部 湖南江湾集团俱乐部 本西智慧山水城俱乐部 还有浙江净体俱乐部 江苏南通三江俱乐部 还有广东侨星俱乐部 一共是八支俱乐部 但是他们可以看出来 主要是脱胎于广东队 江苏队 浙江队 辽宁队 湖南队 广州队 山东队 山东队和青岛队 它实际上是一支队 因为过去只有青岛有专业队 山东省队原来没有 后来两支队是合并 现在青岛队它本身就是山东队 和厦门队 这样几个传统的强队 在宇超联赛当中 像拥有张南的北京队 这样的俱乐部 还有福建队 湖北队 他们在今年都没有能够参加 没有形成一个俱乐部的形式 来参加今年的宇超比赛 但是集中为八家俱乐部的话 高手也更为集中 双方在场上的拍数是越来越多 很耐心 保持球向下走 其实这样的多拍 可能对李宗伟跟陈龙来讲 比起单打来不见得更轻松 因为他跑起来不像一个人打单打的时候那么顺 单打经过中间训练 他们都已经习惯了这个线路 但是双男的这个场上多了一个人 就像你这个开赛车 在赛道上 在赛车场上进行比赛 和你开到这个马路上 车水马龙的四环上 没准更累 这个球的拍数是够多的 最后陈龙还是想平手反击 这球主要是戴森颖杀下来的球 他借不上力 双方打成了5比4 机会 这种球也是在双打当中经常出现的 你就看着往前特别好的机会 马上要打死了 但是双打的时候防起来的概率都很高 陈龙也没准备下一拍 陈龙跟戴姿颖这边还是失误多了一点 这球陈龙打得比较果断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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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9 9 9 当中呢 还是对中国语学来说 有相当的难度 因为世界语联 每年的比赛 也非常密集 非常多 就在宇超这周四开幕之后 打完第一轮 下一周是世界语联的总决赛 这样国家队的这些主力 都先要打完下周的总决赛 才能回来全部投入到 联赛当中 联赛完了之后 他们马上要东逊 联赛 这球也是两人配合的问题 这个球戴紫颖没有意识到 虽然最后丢尊是最后这一下 但是前面陈隆的抢往 戴紫颖没有往后场轮转 还等在原地 这个配合还是李宗伟 跟李雪瑞更好一点 今年的宇超联赛还有一点呢 就是在这个 对付的赞助上面 这也是中国雨鞋发现在羽毛球赛事 现在国内推广当中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通过实践 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主要赞助羽毛球的 赞助商呢 都是羽毛球运动的品牌 这些专业品牌 一旦让他们总赞助之后 就等于是其他的品牌都进不来 今年也进行了改革 借着这个期间的见线 我们又请到了两位 洛英洛宇 来自青岛俱乐部 然后一看就知道这是双胞胎 不光我认不出来 我记得有的时候像刘一 也认不出你俩来 先介绍一下 分别哪是姐姐哪是妹妹 大家好 我叫洛英 我是姐姐 大家好 我是洛宇 我是妹妹 相信通过这样的一个特别介绍 还是不容易分辨 有什么特征吗 面部的特征 大家仔细看 其实 其实就是最近 他们这个发型是不一样的 现在姐姐洛英 留着相对长的头发 妹妹的这个洛宇的头发 会短一点 那个两个人都是山东队的 然后也是从第一次 第一届羽潮 10到11赛季就开始往上打 我不知道过去的六个赛季 有没有那么一个片段 给你曾经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有那样的小的例子吗 就 刚刚底下聊 你还说那微信那个事 就比如说就是 有一次其实 就是我上微博嘛 然后就发现有一个球迷 给我发了一个私信 然后我点进去一看 然后是 他呢 跟我要了刘晓龙的微信 然后他好像特别喜欢刘晓龙 最后给了吗 我去问了刘晓龙 但是他可能本人不是没有 但不管怎么说 这是一个平台 靠着这样一个平台 连赛的平台 刘晓龙从当时是厦门 转到青岛 然后呢 整个和当地青岛的球迷的关系 会变得更近了 是不是 这个妹妹 对 所以我觉得在以往的赛季来说 我们会有跟球迷互动的时候 但是希望今年新的赛季里面 然后有更多更好的 能够和球迷互动吧 我觉得 其实有好多的这个业余的高手啊 特别想知道 假如是你在那防守 别人杀你的话 多少盘才有可能得一分 我觉得 如果是 前提是你不掉球不杀球 你只是挑 我挑的话 有戏吗 咱俩试过 好像我没戏 你觉得我会得分吗 我没戏 我的水平大概就是刚刚入门吧 可能三年球 但是确实很难 专业的和业余的是不一样的 比赛呢 正在积累的进行 我们一会儿见 洛盈和洛宇 在今年刚刚结束的法国公开赛上 也进入了女双的决赛 在宇超联赛当中 他们还是代表自己的母队 青岛队来进行比赛 场上已经打成了 这场表演赛是 李宗伟和李雪瑞 15比11领先 其实什么时候 这个 这个羽毛球的联赛 真正能发展成 李宗伟和李雪瑞有一天 能够形成一队混双 来进行比赛 可能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真的非常吸引大家关注的 只不过羽毛球这个项目呢 它即使是通过转会 俱乐部的转会 你毕竟还是单打的打单打的 双打打双打的 并不能组成 什么MSN组合呀 BBC组合 这种足球的赛场上 能够出现的 顶尖的配合搭档 因为熟悉和了解羽毛球的观众都知道 你把林丹跟李宗伟凑在一块 打一场 配一对双打 他未必能够打得过 现在世界上排名前20的 就是打真正世界上的双打 他进不了世界前20可能 打开 第二局上来的就是陈龙和戴孜颖这边的失误有点多了 14 18 机会球 南网还是陈龙这边在下压平高球没打到位 好球 李宗伟在领先的情况下往前技术也耍开了 勾一个对角陈龙没有防备 好球 这球漂亮 这个球戴孜颖非常机密 李宗伟在前的那一分球也看出来了 就是领先的情况下他很放松 很多球就敢于去搏 抢一边但是后场出现了很大的空档 你会找到什么比赛 帮助 他会出现了很多球 一局ed 押击 手 一局里面 他打起了一局 表现的连门 都会准备了 他重备了 这四大单打高手在场上的表现 还是陈龙突然一个变化 滑板劈掉对角 再追一分 宇超的比赛真正开始拉开战目 是在12月3号本周四 我们将会在体育频道 为大家转播江苏南通三江 对阵青岛首都航空的比赛 看看能不能 乾隆和戴自颖上演大翻盘的奇迹 乾隆和戴自颖这边的机会 孙子颖这球也占位过于偏中路 没有能够封住 20比17 李宗伟和李雪瑞获得了这场比赛 表演赛的赛点 最终是21比17 李宗伟和李雪瑞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能对于很多了解雪瑞的爱好者来讲 这个结果可能能够猜到 因为场上四个人就是他的双甲 打到的水平最高 而且在比赛当中 陈龙跟戴自颖第二局失误也多了一点 这样这场表演赛就结束了 李宗伟和李雪瑞取得了胜利 他们也为本届的雨昌联赛进行了揭幕 希望在接下来的十年